改了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所有的訊息就會都變中文的 那你執行過來的話看到的也會是中文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透過更改這個語氣 去讓他的顯示做變更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再test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再來看就是第四章的部分 那等一下的話 第三章完之後 第三章 這邊還有一個英里轉公里了 我想這個因為時間不是那麼夠 所以給各位當成sample 你們如果說有時間的話可以把這個做出來 反正就這個是介面 做完之後的話就是source在這裡 然後最後秀一下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來看那個第四章的部分 第四章各位可以在雲端 這個這個我的雲端雲端上面的可以看到 講義了 講義有第四章 那我們直接來看最後完成的畫面 好了 基本上 我如果今天希望做出 把 前一個章節的那個多按鈕改一下 改成什麼 假設我需求很簡單 就是做成 1到9 可是呢我的按鈕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一個字 而是一個圖的話 你比如說類似像這樣 然後呢 再來利用這個sample 我們來做出 什麼樣的效果 包含就是說 了解一些訊息 訊息 比如說像toss 像alien dialogue 在alien dialogue 怎麼做 來 我這邊有個demo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分成兩階段 一個階段是 原來的文字 一個是圖 來試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類似像這樣子 那比如說 這個也是延續 上一個範例 比如說這邊一樣可以輸入123 456 那一樣可以清除 OK 另外的話呢 這個有點像atm input 就是說 你今天輸入 輸入一個密碼之後 那你最後的話 按一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有沒有 會出現一個這個訊息 這叫什麼 這個叫toss Toss 在 Android裡面的話 我要怎麼樣跳出一個 有點像是 一個很簡短的訊息 讓user知道說 你密碼錯誤了 那如果你密碼錯誤 表示這個數字打錯了 那怎麼辦呢 再讓他key一次 OK 那比如說我的密碼應該是 我把這個地方清掉 123456 好像是這樣 按確定 那底下的話呢 就會顯示什麼 顯示密碼正確 一個錯誤一個正確而已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sample 那另外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他按一下結束 假如說 各位可以看到 假如說你要提示 確定是否 是否結束的這樣的一個訊息 這個叫rn dialogue 那這個rn dialogue呢 我們要怎麼樣 去做設計 裡面的話會 比如說我今天 title message 還有兩個button 我要怎麼去做 那另外按一下確定的時候呢 我就讓他自動離開了 大概一個簡單的一個sample 那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 第一個 請各位先建一個 新的專案 這個專案的名稱的話 就是ch 04第4章 那名稱的話呢 我們叫 atn input atn input OK類似簡單的一個sample 那這邊的話 2.33 把它下一步先建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專案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他的UI 跟他的一個call OK 來